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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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手 厉害呀 身手不错 好 徐主 这师父又不在 你在这卖什么力气呢 你看到那今日 乔峰与慕容复的比试了吗 我跟你说 你看了白看 就你这呆瓜 你就是看到下辈子也碰不到人家一根手指头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傻 因为你笨 因为你不会诵经 因为你是个呆瓜 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啊是啊 没错 师父说 见贤思奇才能有禁忌 虽然现在这两位施主 英雄盖世 想来他们应该也是从最基础的武功上学起的 我虽然笨 但笨鸟可以先飞 我应该更加努力才是啊 人家二十出头就已经闯出了名号 你看你啊 你还在这儿扫地呢 师兄 扫地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师父不是说过 只要用心 吃饭是修行 行路也是修行 这扫地 亦是修行啊 你说什么 扫地也是修行 好好好 你不是扫地吗 那你便好好地扫地 好好地修行 你这呆子还真扫啊 阿弥陀佛 方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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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尔等不勤修功课 为何在此捉弄同门啊 佛曰众生平等 尔等生性轻浮 在此欺压同门 有违我佛训事 是 罚你们抄写波柔 波罗蜜多经一百遍 自取领法吧 是 我我才想正眼瞧着姑娘 忒也无礼了 不知 不知姑娘 应该如何成虎啊 姑娘 你如此冰清玉洁 貌似天仙 不如 不如就叫你神仙姐姐吧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神仙姐姐 小生今日 得赌芳荣 死而无憾 只是 不知神仙姐姐 何以幽居在此啊 不也太寂寞了吗 无哑子 为秋水昧书 洞中无是月 人间至乐矣 想必这便是那两位 湖面上无间的高人了 这从玉相 便是这上面提到的秋水昧 乌鸦子能得 伴着她在此 长居忧苦蜜动之中 当真是人间之乐也 神仙姐姐 你要是能活过来 跟我说上一句话的话 就算让我死上一千次 一万次 我也是愿意的 磕首千变 共我驱策 遵行我命 白死无悔 向神仙姐姐磕首千变 本就是天经皆宜之事 若是能够共其驱策的话 那更是求之不得 磕首千变 一 二 三 九百 九十八 九百九十九 等 一千 一千 小铺团就不会破裂 神仙姐姐赐给我的保护 也不会出现了 如即磕首千变 自当公我驱策 终身五回 此卷为我逍遥派武功精药 每日毛五有三十 勿须用心休息一次 学成下山位于杀尽逍遥派弟子 有衣遗隆于天上地下 耕耕长恨也 什么意思 我不要学武功啊 什么杀尽逍遥派弟子 根本是绝技不能做的 可是神仙姐姐有命 焉能不尊呢 这神仙姐姐 一边让我去学逍遥派的武功 一面又让我杀尽逍遥派弟子 想来是这些人把他给害惨了 全数杀了也是该的 只是神仙姐姐也先世数十年了 这世上还不知有没有逍遥派 说不定他们早已经各个恶贯满盈 金术被人除掉了 再也不用我出手去杀 神仙姐姐啊 也早已心愿已长 不用耿耿长恨 好 北冥神宫 北冥神宫 是人令功 皆自云门而至上上 我逍遥派 则反其道而行之 笔之内力 由拇指入我身 诸于云门等诸穴 然笛之内力 若胜于我 则还水道观而入江河 凶险莫甚 甚之 甚之 取人内力 而非我用 这不和偷盗旁人财物 没有分别吗 但是 但是神仙姐姐 这个辟语用得很好 百川入海 是百川自行入大海 而不是大海去强取百川之水 这些坏人 恶人 他们来冒犯了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 在许他们的内力为己用 就犹如 夺走了屠夫手中的屠刀 而又不伤害屠夫的性命 合作之友 凌波微步 窥媚无望 这步伐全然遵照的是易经方位 看似分繁复杂 与我却如数家珍 促欲强敌 以此保命 更积内力 再取敌命 当那临头之时 以此保命逃走 那便是好 再取敌命的话 那倒也不必了 谁 神仙姐姐 您吩咐我朝 五 晚 三次练功 段余不敢有为 自此段余出门在外 对别人加倍客气 别人自然就不会来打我了 您的这套铃波微步 也一定会用心练书 以后眼见形势不对 立刻流失大吉 自然就吸不到别人的内力了 此剑果然有受到剑法 好 终冲剑法 表记莫师 宁生关键 自观自寻 不为足绪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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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六脉神剑剑法 而非六脉神剑剑阵 你们六个人合在一起 是威力颇大 不过和少林寺的罗汉阵法 昆仑派的混沌剑法 不相伤不相伯 算不得天下第一 剑法也罢 剑阵也罢 是国师赢了 还是我们天龙寺赢了 这第一仗啊 贵寺烧战尚风 不过我已经答应了慕容施主 要带走剑京 岂能知难而退呢 大师放心 我已经想到了克制之法 接招吧 快点 快点 啊 原来如此 他这一掌之上 可以生出数股力道 而伯父他们 只能舍剑用掌 这六位神剑 显然是不起他的火炎刀了 得罪了 这四位神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父 库荣大使 没想到你如此刚烈 就算毁了经书 也不见晓僧一跃 罢了 鬼子的经书 毁在晓僧手上 晓僧心中十分不安 不过 我看着六脉神剑 并非一人之力所能炼成 拿着经书 也就没用了 晓僧告辞了 不送 不放 我吐蕃国主 早就听闻宝定帝威名 现在就请放下你的身段 和我去吐蕃一叙吧 诸位大师 小僧并无加害之意 如果你们再是苦苦相逼的话 那我可就不敢保证了 放开我伯父了 子恩驾是谁 你莫问我是谁 先忘了我伯父再说 玉儿 不要管我 我现在只是咸云野鹤一老僧 别忘了 速速通知你爹登机 传接大宝 小僧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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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尊驾仗着这奇异的步伐 居然敢偷袭本座 你才是偷袭暗算 卑鄙小然 六百神剑 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这个臭小子了 那就看看 你究竟有多少本事 你们毁了一本死的禁书 我带走一步活的 从此以后慕容施主九泉之下 就有人陪伴了 告诉我 屋内可有人在 烦请通报一声 在下丐帮瞧风 求见慕容公子 有要事相伤 跟他废什么话 直接抓人便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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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啊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阁下好刀法 不知为何要阻拦乔峰 早就听闻丐帮的乔帮主 武功盖世 今日得见 果然是名不虚传哪 前卫过讲 敢问大师名讳 与慕容公子是何关系 贫僧 来吐蕃国师 揪魔智 慕容公子的父亲 与我乃是至交 如今 固人已逝 公子也不在此处 我已经空等了数日 是时候 该告辞了 好一条大汗 这定是燕赵北国的 悲歌慷慨之事 不论江南或是大理 都不会有这等任务 那包不同 自吹自擂什么阴气勃勃 似这条大汗 才称得上阴气勃勃这四字 小二 来嘞 这份爷还有韭菜 都算在我这桌上 好嘞 兄弟 兄弟 上俩一起喝酒吧 最好 最好 小二 把我的碗筷 都移到那位爷台桌上 得嘞 兄台幸会 你请我喝酒 这杯子太小了吧 小二 您吩咐 一会儿换两个大碗了 再打十斤高粮 爷台 这十斤高粮喝得晚吗 这兄弟请喝酒 你替他省钱啊 十斤不够 打二十斤吧 得嘞 高粮酒二十斤 您慢用 来 好 那我就舍命陪君子 待会儿酒后失态 兄台莫怪啊 来 干 爽快啊 爽快 兄弟 酒量不错 我这酒量啊 来 我这酒量 他也是因人而异 有句俗话叫做 酒逢知己 千杯少 我看这一碗里 最多也就二十来杯 要倒满一千杯的话 我们得喝四五十碗呢 那能得喝满汤 喝满汤 天下在亲自相 爱恨岂能够潇洒 盼烟下风雨潇洋 来 来 心大当不过家 生死那个更可怕 断不了那分千光 妙之吉矣 再来 自己来了 再来 天下在亲自相 爱恨岂能够潇洒 看烟香风雨潇洋 你都不过可怕 你都不过自己 心大当不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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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那个更可怕 断不了那分牵挂 梦醒来 痴心迷思在 兄弟 看你脚力不错 要不你我乔奉比比脚力 愿意奉陪 走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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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脚力还行啊 咱们再跑一段 好 走 走 兄弟 跑太猛了 不知这位兄弟是哪儿人啊 在下大理段氏 初来江南便能结识乔兄这样的英雄人物 实是在下之大姓 刚才乔兄自导姓名 可是姓乔名峰吗 正是 在下乔峰 你是大理段氏的子弟 难怪 不知来江南有何贵干啊 实不相瞒 我呀是被人所情而至的 被何人所情 说是吐蕃国的国师 叫做鸠魔智 说要拿在下 去和慕容公子换一门什么武功 在下也是刚刚脱险 所以不愿回家 就只能漫无目的地 走到哪儿是哪儿了 不知乔大哥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呀 我原要去少林 但明日与人约在惠山比武 所以在此逗留几日 哦 比武 乔大哥 那不如这样 小弟虽然不为什么武功 但是也想跟着去凑凑热闹 你看如何 好 咱俩见面就是缘 天还上早呢 咱们再回去 喝他个痛口 大哥 事不相瞒 方才我与你拼酒 那都是骗你的 我喝进去的酒啊 顺着我体内的深气 游走于各个穴道 能从指尖流出体外 与我当然没什么影响了 但是如果再这么喝下去的话 有伤贵体 所以我这才叫停 乔兄莫怪啊 你这是 大理断氏的六脉神剑奇功 正是 在下也是刚刚学会 还生疏得紧呢 我听闻家师说过 在段氏 有一门六脉神剑奇功 能以无形剑奇伤人 不知是真是假 果然 还真有奇神功啊 在我看来啊 这门神功 除了和乔大哥 在独酒的时候 可以作弊之外 其他的 我也没发现有什么 特别的作用 就好比说 那揪摩是把我擒住的时候 我就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 所以我想啊 一定是这世人 对这大理的六脉神剑 渲染过剩 这吹得也太夸张了 兄弟啊 你说话实在太豪爽了 咱们初次见面 一见如故 要不咱们结为金兰兄弟 乔大哥如此英雄人物 如果愿意和在下结拜的话 在下求之不得 好 年纪的十字经 为了的话 通知不得 是有我们 一成的了 要不得 人被人 oben 在一边 那 hottest 后面 想要就是 端宇今年二十岁 我大你有十岁了 大哥 贤弟 离家多年 仍记得在这玩耍的日子 爹爹勤勉结解 这破茶壶用了十几年 仍是不能丢掉 爹娘 还有回来啦 娘 娘 爹爹 爹 爹娘是忠厚老师的农夫农夫 爹娘是忠厚老师的农夫农夫 怎么会有武学高手对他们下手 那此事因我之故了 哼人 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教会 布 溜夫 你这人真是诸狗不如 乔三淮夫妇就算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十余年养育之恩 又岂是儿戏 如何竟忍心下手杀害 在下失财归家 见父母被害 正要查明凶手 大师 何处此言 静瞧的 赶来少使山三爷 你还差一大街呢 几位大师 赶下山来救我父母 实在是慈悲为怀 但还敢问 我父母遇害的消息 是从何得知 你不过想查之暴训其人 要施以毒兽加害 你纵使毒刑 也从我口中 套不出半个字来 我说是要杀人灭口 早已要了诸位的性命 要杀人灭口 也未必有那么容易 赶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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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边也没有 这边也没有 没有 那么 还没通俯 真是 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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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方丈 我师父何以至此 玄虎师弟是早歹人暗算 胸肩重一计恶掌 肋骨齐断 五脏俱破 长着他功力深厚 才能支撑到此刻 凶手是何人 我问他凶手是谁 他说并不相识 再问他形貌年岁 他却说道 佛家有其苦 愿增慧乃为异苦 既然遇到了冤家对头 正好就此解脱 至于凶手的形貌 他却只字未提 我乔风是苏家人 定要抓到这凶手 替我师父报仇 可贵死门禁森严 这凶手又是如何闯入 施主传进少林寺 咱们没有阻拦察觉 那凶手当然也能自来自取 如入无人之境了 弟子是在紧迫 不急在山门外通报求见 大事见谅 师父用药了 师父用药了 师父 师父用药了 方长 师父怎么了 师父原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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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 师父 是他 是他 大伤师父的就是他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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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害怕 你说好了 你说是他打的你师父 对 他有首长打师父的胸口 我就在窗口看到的 方长 你 你打回给他呀 你需得看清楚了 别认错了人 我看他清清楚楚 没错 就是他 就是他打上了师父方丈 就是他打的方丈 辛苦师父 是我受益安施 师父与我十余年未见 方才听我回来 甚是欢喜 我自孩童便为成人 相貌早已不懂 若非 师父见我 与那凶手神情相似 那凶手假扮成我 要嫁祸于我 师父遭人毒手 却不知凶手是谁 可见到了我 心中大悲 一痛而死 方丈 我自小离死 相貌早已不同 凶手再有意无险 师主 你虽然不在丐帮 但终是江湖中盛名人士 今日你驾临彼次 出手积伤玄苦失地 不知所为何来 还盼此教 师父 您临死之时 还当我是凶手 我虽万万不敢冒犯师父您 可这凶手杀害了您 是因我而起 弟子今日一死 已谢时恩 殊不足心 可师父这大仇 却报不得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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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 有犯少林尊严 师父 我 恕罪 快 抓住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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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哪 跑哪儿去了 站住 这人快 人哪 都给我听好了 至敬至名 到屋岭排场 绝不能让乔峰跑了 是 是 只可指然 告诉徐叶的人 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是 前门没有 北门也没有 东边没有 西边没有 这是奇灾怪眼 这么大一个活人 就这样平坏消失了 旨然 你带人 将玄虎的法体移入设立院中火化 其他的人 只能巡逻 是 和免朝法 快 走 去哪儿 走 搜索 好 自己搜 那边 是 找到了吗 找到了吗 没有 没有 这边也没有 去那边看看 玩弄玄虚 叫人如坠无礼物重 违今之际 我们只有一方面抓紧搜查 一方面镇定从事 以免惊扰了僧众 只怕祸患更加难以收拾 是 本院所长经书 乃本寺前辈高僧所著大成经论 倘若佛门弟子得了去 念诵钻研自然颇有弊异 但世俗之人得去 不加尊重 实施罪过不小 各位师弟师职 自行回归本院安息 有私使者照常奉行 是 阿弥陀佛 罪过 罪过 novel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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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个 啊 好 来 这 这乔风在那儿 你们快去禀告方丈 我去盯着他 好 我去盯着你 嗯 處fle 于 Multi 散步 灯 山 曹锋 曹锋 快 快 还不快走 不知前辈何人 在下先行谢果 曹锋 那边 快 快 快啊 快 曹锋 抬起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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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大碍 一个乔峰已经够难对付了 却不知那两个黑衣人是何来历啊 夜闯少林又有何举心呢 听迟战所言 似乎二人并非一伙 可恨那乔峰 不但投了一经经 还伤了我们不少弟子 既行难测 可怕至极 不 不 不是那样的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方丈大师 我还好 我不是被乔施主打的 我是被黑衣人打的 我当时出手 是想拦住乔施主 当时有一阵掌风袭来 是乔施主他出手 才救的我 以弟子看 这乔施主 应该是无意伤人 因为 因为他不像是那样的人 他不是哪样的人 杀害养父养母的不是他 打坏玄苦师弟的不是他 还是伤人窃精的不是他 他若与那恨一人素不相识 对方怎会如此地出手帮他 如果乔施主 是有意伤人 那今晚 虚竹和诸位师兄弟们 也应该无命回来了吧 就算如此 打坏玄苦师弟在先 包庇窃精之人在后 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 可是师父说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啊 乔施主 当年是多么的英雄盖世 形势多么的光明磊落啊 如果乔施主 有一伤玄苦大师 又为何 把诸位大师们叫过来 给自己添麻烦呢 乔施是契丹人 生性雄才 做这种事情 还需要什么道理吗 此事定有不少疑点 但若真是乔施所为 此人太过凶险 虽得昭告天下武林同道 让大家多加小心 是 是 别死啊 我心中存着无数的疑问 只要问你 你可不能就这么死去 是个女的 无论此人是男是女 是好是歹 总不能让他就此死去 好 是 阿朱姑娘 乔帮主 阿朱姑娘 你被宣赐方丈的掌风误伤了 伤得很重 挨不得的 我这就带你去镇上治疗 我有药 这个 阿朱姑娘 救命要紧 得罪莫怪 阿朱姑娘 此姑娘 危在旦夕 薛先生 您医者人心 还希望能打动您的侧隐之心 不管是谁带这位姑娘来 我都会替他医治 但偏偏你带他来 我便不治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薛先生 您在江湖上广行功德 若今日愿意救小姑娘一命 乔某日后定不敢忘大恩大德 日后不敢忘大德 难道今日你还想活着 走出这巨弦庄不成 对 对 众长 来了 就接下来 来 都是堂堂大丈夫 是非分明 今日齐聚俱贤状 商讨如何对付乔某 乔某又岂能不知 该不给人治病救命 全凭我的喜怒好恶 岂是别人强求得了的 乔某 你罪大恶极 我们正在商议围捕 向你万道分尸 寄你父母师父 你自己送上来 那便再好没有了 乔某 你便自行了断吧 自行了断 断 快 自行了断 自行了断 我得干嘛你 你们都说我是契丹人 要除掉我这心头大患 但此时此刻 我是契丹人 还是宋人 我自己也不明白 倘若我是宋人 薛先生 你今日如此如我 我又岂能善罢甘休 倘若我是契丹人 决意要与大宋为敌 那我敌个便杀了你 一面日后 我杀一个大宋英雄 你便救一个大宋好汉 不管怎样 都是要杀我的 我再求先生一次 救救这位姑娘 一命抵一命 日后乔某 定不动先生一根寒冒 老夫生亭治病救人 只有受人求恳 从不受人胁迫 你也一样 给人生死 大家不要乱 散开 来 宋人 你 走 不是 我 我 爹 你快回去 这不是你能担的地方 快找地方躲起来 爹 小军儿 师哥护话来吃 千莫见怪 此人杀父杀母杀尸 就该毙了 带会一块上 对 一起上 杀 大师 方才我有一句言语极为失礼你 望大师物怪才好啊 说什么话是什么 我先前言道 乔峰孤身一人 进少林 出少林 诛杀玄虎大师 不仅毫发无伤 还掳去一位少林高僧 那便如何 乔峰武功之高 实事实上含有欺品 我此刻才知 他进少林 出少林 来去自如 远是极为拦打 宣神医 你想考教考教少林派的功夫了 走 大哥 大哥 叶峰 再不出手 有人以为我们少林派无人的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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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 教风 你作念太神了 这一切就都算在我身上 那应如何 公子爷 是你 公子爷 乔大哥是为了救我 才来赚冒险的 你一定要帮帮他 慕容复 你跟这位姑娘是何关系 这位姑娘是我家婢女 却不知为何跟乔峰勾在一起 而我慕容复这次前来 目的跟诸位英雄一致 就是要制服乔峰这恶贼 没有 追别的 我们以后再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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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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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把你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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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对在人人在 对我人亡 今天 我们收到七尺大辱 我们 我们怎么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 乔风 此如来世必报 爹 阿弥陀佛 爹 爹 爹 冲锋 我杀了你 人问 我是契丹人还是宋人 我问你们 我是契丹人还是宋人 你是契丹人 能虚无情的契丹人 小心 儿子 把那个女的给我杀掉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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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位安好 几位前辈 邀约乔某只身前来 不知所为何事 在下姓杜 今日我兄弟五人 貌昧邀约乔大侠 是为了打听点事情 但说无妨 不知乔大侠对玄虎大师 谈公谈婆 赵前孙 改帮徐长老 善政的死 有何看法 他们几人 并非在下所杀 他们不愿意说出 带头大哥的姓名 在下确实使用了一些逼迫 可他们不畏生死 不出卖朋友 不过在下心中 确实有几番佩服 至于是何人下的毒手 在下也想查个水落石出 乔大侠 我兄弟五人 虽不愿意信你这一面之词 却也拿不出你行凶的罪证 不如这样吧 若乔大侠跟我们对上一掌 如若你一掌不输 我们便不再拦你去路 言重了 五位是前辈高人 在下一望即至 五位若同时出手 便能即刻取乔某性命 若几位前辈想出手指教 乔某武功低威 还请手下留情 威震天下的乔帮主 武功低威 那世上还有何人武功高强 乔大侠 请 世人都知道这降龙十八掌 智刚智猛 阮王帮主生前 却与在下提过 这降龙十八掌 是真力在于绵而不绝 这今天一事 果然不假 佩服 佩服 几杀玄苦的那一掌 凶狠霸道 或许真不是乔风所为 领教天下第一掌的良机千载难逢 望乔大侠不吝赐教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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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备 尽备 趟备 来 好 不许 贾 为服务之致 三位前辈 言中了 金盟指教 此生不忘 就乔风运尽实力的手法来看 击杀 贪功贪婆 大概是另有其人 我仔细查探过徐长老的死 徐长老之子 应当与乔风无关 乔三怀 抚抚胸口 肋骨根根断绝 是被武学高手以及厉害的掌力击击 现在看来 凶手确实有刻意展示武功高强 嫁祸乔风之嫌 若不是偏有用心 肯定不会以那么强的功力 击杀两名手无寸铁的相应农民 但这乔风武功着实了得 却要凭一技之力 诛杀善家招全家的势力 若他想要特意掩盖自己的手法和招式 想来也非难事 我们五兄弟此番赶来 不敢说能强行阻止乔大侠 但希望跟乔大侠说一件千真万确之事 乔大侠一直找的那位带头大哥说了 为了他一人 江湖上已有许多好朋友送命 他自觉罪孽深重 那带头大哥还说 当年燕门关外那件事 他是大大的错了 早就该尝了自己性命谢罪啊 乔大侠若去找他报仇 他决意挺胸受禄 绝不逃避 不知前辈此言 是听到带头大哥亲口所说 还是旁人转述 千真万确 那带头大哥的的确确是这个意思 那带头大哥 那究竟是谁 老朽在江湖上颇有威名 我这四位兄弟 也都不是无名之辈 我们五个人言出入山 此刻未能奉告真实姓名 乔大侠若有心 事后必知 老夫功夫远远不如乔大侠 但仍当献丑 跟你对上一掌 这一掌不求胜败 只想让你知道 我兄弟五人 绝不会一派胡言 乔大侠 在下领教你一招 高明掌法 请 怎么对方并未放力 这等打法 岂不等于自杀 不妙 他这空无一地的仪仗 是幼州 他趁我回收掌力之事 借机防难 我必然要死在他掌下 乔猛 此生休矣 老大 接住这个小和尚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断延期了 赶快自尽了吧 是啊 我在身上还有什么意思 还是自尽了吧 这棋局频频害有人进入魔障 如果能想办法让他心神异分 或许便有救了 我解不开这棋局 但换一番就是可以的 我 我 我来剖这棋局 你 胡闹 你这么白天一气 杀死了自己的一大片白子 个天下岂有这样下棋的方法 小兔崽子 你坏我好事 兄夫郎队 你常人之灵按尸毒手 咱们可不能善罢干净 段施主已然出局 先师一命 天下任何人均可入局 小师傅这一招 虽是意想天开 却也不失为入局的一手棋 只是小师傅 你这一手杀死了自己一大片白棋 黑棋若再紧逼 你该当如何命对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老前辈 小僧奇异拙烈 之前是见到这位施主 因为这个棋局而被迷惑 所以才胡乱下离子的 这个棋局小僧是不会再往下下一步的 抱 抱 抱歉 老前辈 站住 先师设此真龙棋局 旨在邀请天下高手前来破局 如若破不了 远也无妨 但若有人蓄意前来捣乱 亵渎了先师毕生的心血 纵然他有千军万马 老夫也将誓死周旋到底 老前辈 下棋便下棋 我师父是让你随便拿来消遣的吗 开玩笑 银成功 开玩笑 不知道 向平衛三九路 是 是谁在叫我下棋 是什么人在说话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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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UNC 我 还是 我 是 谁 局 计同 对 贝 富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又何必在意呢 和尚未起保 和尚未起保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人可不 仅幸得小师傅 获得此举 老前辈 这是成了吧 在下感激之之 不不不 老前辈 您千万别误会 其实不是我下的 这是 此宫秘密 故事携穿 我 公有性命之余 老前辈 这个旗 是小僧无打无撞下的 老前辈过奖了 小僧僧 请 瞧 这是本门的门户 你这小屠驴却敢随随便便地擅入 我 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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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进来了 怎么还要出去 实际稍纵即逝 我等了三十年 请问 您 您是谁啊 快快进来 原来是一个小和尚 还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小和尚 小僧虚竹 拜见前辈 你姓什么 小僧是出家的僧人 以无俗家信誓 近日你可以解开我的棋局 说明你的才智绝非寻常 您的棋局并不是小僧自己解开的 你说这棋局并非你所迫 那星河为什么会放你进来 前辈 事情呢 经过是这个样子的 小僧第一席下的时候 确实是要为救一位施主 后面的棋路 是一个人用传音入密之法 暗中指点我才解开的 至于是谁 小僧也不知道 天意如此 天意如此 你闭着眼睛 歪打物状都能够进到这里 这足可以说明 你福元深厚 乖孩子 快跪下 磕头 再磕五个 这是本门的规矩 啊 起来 你上来 啊 坐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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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前辈 小僧天生弩顿 没有修好师父教的内功 让前辈见孝了 甚好 甚好 你所惜少林的武功甚浅 正好省了我很多的麻烦 老前辈 我怎么了 我怎么 用不了了 我已用本门的北冥神功 将你的少林内力全部化去 老先生 我与您有仇吗 你为什么要害我 一点规矩都没有 不叫师父 什么 你 你什么时候成我师父了 方才你磕完了头 已经行完了拜师之礼 你这个老先生 真是无理取闹 打我进来 你让我跪下我就跪下 你让我磕头我就磕头 你让我上来我就上来 你怎么能说废我武功 就废我武功呢 我告诉你老先生 我是少林寺弟子 我绝对不会转投他派呢 绝对不会拜你为师 你这少年倒有几分骨气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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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呀 啊 啊 啊 好 来 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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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我一直在到处寻觅 这样一个从慧而转一的弟子 要将我七十年的毕生所寻 全部传授于他 可机缘难求 聪慧的品性不好 品性好 又物性不高 天命将至 就将三十年前的真笼 公布于众 来迷得天下英才 我明知时日不多 已经没有时间 一亿传授武功 我这个关门弟子 一定是一个 年轻英俊才可 老先生 您的心情 小僧十分理解 其实 这世间俊雅的人 还是挺多的 外面就有两个 一个是慕容公子 一个是段家的段裕公子 要不我出去把他们叫下来 让他们拜见你 方才 我应用本门的 北明神功 将我七十年的功力 全部传授于你 已经没有功力 才传授第二人了 老先生 您是说 您把您的 一生的功力 都传给小僧了 臣在宁宫 大师兵一掌试试 好 老先生 我这儿就去 来 苏星河 苏星河 我就知道你这棋局里有些古怪 说吧 把那小和尚 你给我送哪儿去了 你已判出师门 本门之事 我为何要告诉你 大胆恶毒 休要伤人 大胆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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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人 大胆恶毒 大胆恶毒 大胆恶劑 大胆恶毒 拼了 大胆恶毒 有这么大的掌力呢 我不会入魔道了吧 因为你还未学我本门的掌法 如今你的内力还不到一成啊 你师父七十余年的修为 齐同寻常 难道如今你还不明白吗 傻孩子 老强辈将神功传语了小僧 你肯叫我一声师父了吗 忽儿 您这是做什么 您传了我武功 我拜您为师 是天经地义的 怎难孝僧 是自幼从少林寺长大 是不可以转头他派的 孝僧 想把功还给老前辈 如今你身上 已经没有半点少林的内功了 你身上所揣 是我逍遥派七十连的神功 你正说 不是我们弟子的 逍遥派 乘天地之正 与六气之变 一一 由于无穷 是为逍遥 不管怎么说 小僧 还是不能扮您为师的 还请老前辈 尽量 好孩子 你既然不称我为师 也不愿意改宗 那我就不便为难你了 小师父 现在我求你帮我一个忙 去帮我办一件事情 你能答应吗 只要不是 为非作歹之事 小僧都会竭尽全力 为您办好 何为为非作歹呢 小僧是佛门中人 不可为那些损人害人之事 如若这世上有人 害人一命 杀生无数 我要你去灭了他 您愿意去吗 那小僧 可以去与苦口婆心地劝说他 劝他改国自新 如果 如果他要是 执迷不误的 出谋未到 愿我辈 当为之事 很好 我要你去杀一个人 他是我的一个徒弟 名叫丁春秋 现在江湖上所称的 杏秀老怪便是 苏星河 以前你的武功就不及我 怎么着 现在你就能胜过我了 新宿老仙 大力无边 神通广大 为神中原 这十多年 丁春秋 确实是一个大大的恶人 除去着新宿老怪乃是莫大的功德 只是 但是小僧 武功尚且不是他的对手 武功尚且 如今你的功力 并不在兴修老怪之下 但若要杀了他 还是不够的 当年呢 我这逆途突然发难 叫我一掌打下山崖 索性 我那徒弟苏星河 装聋作哑 才瞒得你徒的耳目 老夫放得多活了这三十年 此事对你来说 不知是福是祸 此言深早 不过 这习武之恩 未必是一件好事 当年若若我 只学习琴棋书画 不愧武学门境 也许 能比现在 快乐许多 好孩子 你拿着这幅画 去大理国无良善 找画中的女子 这女子由我历年来 所收藏的武林秘籍 你以此息致 你告诉这女子你是我的徒儿 她便会指点你 你放个大城 老先生 您怎么了 我七十年的所有功力 都已经传于你 今日 你就不肯 教坏什么 师父吗 师父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第三个徒儿了 小药派的心肠门了 玲珊 是 好 哈哈 不 这不可能是师父 天头徒儿 快快出手 冲四哥 你没事吧 西竹师傅 你少林寺是中原的武林泰斗 果然名目虚传啊 大家不必惊慌 山峰是死路 我们只要守住下面 不让他逃脱便是 将东西南北四个山路 给我守住 再派十名好手来回特影 务必将他一举擒惑 你 西竹师傅 走 走 走 快走 你这样跑 他们不多时又要跟上了 上述飞行方能脱身 小和尚 我瞧你的内力不弱 不妨试试 好 我这就试试 小姑娘 小姑娘 你没事吧 小僧武功太差了 又愚笨得紧 不成 非不成了 你宁可自己受伤 也不敢压我 总算对姥姥恭敬有礼 姥姥一来要利用你 二来 嘉奖后背 便传你一首飞跃之术 你听好了 上月之时 双膝微躯 提气丹田 待绝真气上升 也需放松击骨 存享预诊学间 空中转折时 要轻轻提气 不得全然放松 你以我这法子 再跳上去吧 要不 我让自己去飞飞试试 别到时候摔了一跤 又把你摔疼了 老龙教你的本事 难道还有错的 是什么鬼东西 你再敢摔一跤 我立即杀了你 好 好 好 快 行啦 下来吧 你眼给我看 你才蠢菜 乌鸦子选了你来做武功传人 当真是瞎了眼了 真不知道乌鸦子是怎么挑的 小和尚 跑得还挺快呀 照我说的做 以法师为 不得有误 嗯 啊 呀 呀 呀 嗯 小和尚了 老郎 她有刀 老郎 这个拿刀的 我怎么对付啊 你没教我 臭和尚 有着你给我下来 给我下来 了 小心 让人 离开 我 不成器的东西 我老人家教了你功夫 却两次都错 是是是 这边 给我追 他们又来了 还不快背我上树 老龙 这可怎么办啊 你将丹田中的真器 运到尖头巨骨穴 再送到手肘天井穴 再到手腕羊池穴 再羊祸 羊骨 羊池三穴中 连转三转 老龙 老龙 他在这里 小龙 侠 什么 怎么 要 我 你 此事不跑 刚得何事 师姐 你到老还是这脾气 别人不愿意做的事 你总是勉强 打打骂骂的 有什么意思 小妹劝你还是有理一些的好 小河人快走 这贱人要不利于我 姥姥 她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 别着了她的道 理这贱力越远越好 将来姥姥必不忘你的好处 告辞 我们多年未见 怎么这次见面你非但不高兴 反而要匆匆离去 小妹算到这几日正是你返老还童的大喜日子 你有听说你收了不少妖魔鬼怪 预防他们趁机造反 所以我亲到飘渺峰灵鹫宫找你 想助你一臂之力 抵御外魔 可是我却四处寻不到你 你算准了我散弃还宫之日 摸上这飘渺峰来又能安什么好心 只不过你算不到鬼使神差的 竟会有人背我上这山峰来 你扑了个空 好生失望 是不是啊 李秋水 今日虽然让你寻到了 不过也是晚了些时日 我自然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你想到我一身神功 却也是万万不能的 师姐 你说的是哪里话 小妹子分别以后 每日都很挂念 自数年前 我们心生误会 每次见面 师姐总是不问情有的责怪于我 小妹是怕惹师姐生气 所以不敢前来拜访 李秋水 事到如今 你还花言巧语地哄骗我 又有何用呢 瞧瞧 这是什么 掌门七宝纸环 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自然是他给我的 你又何必明知故恩呢 李秋水 我命你速速跪下 或许可以饶你一命 怎么会 他怎么会把截指给你 这多半是你偷的 要不然就是你抢的 是不是你陷害了他 偷的这个七宝纸环 李秋水 你这是要违抗掌门人的命令吗 老龙 老龙 前辈 都是同门师姐妹 为何下手如此狠毒呢 你 你 师姐 你怎生害他 还是跟小妹说了吧 小妹跟你情深义重 绝不会过分令你难堪 前辈 不要误会 乌鸦子老先生 绝对不是同老所害 我是少林寺的和尚 我从来不打狂语 我不骗人的 你要相信我 且问大事如何称获 怎知我师兄姓名 阿弥陀佛 大事不敢当 小僧虚竹 是少林寺 小和尚 前辈 小僧与前辈 肃无瓜葛 怎么连我 你也 小师父是少林高僧 我不过试试你的功力 听闻少林派武功高强 今日一见也不过如此 也不过如此 前辈 我是少林寺 最没有出息的和尚 你不要因为我一个人为了 小和尚 监日 你这个监日 师姐 小妹想得你好苦 总算老天爷有眼 让我再见的 师姐 你从前对我种种的好 小妹可都记着呢 秦人 同门师姐妹啊 下这么狠的手 你禽兽不如 我禽兽不如 许多年前 有人用剑把我的脸 划成这般样子 少林寺的大法师 你说我该不该报仇 这 这 这是铜 铜啊 弄的吗 你自己弄的吗 不错 他的脸 是我画画的 当时我练功又成 二十六岁那年 本可发生长大 从此与常人无异 都是这个贱人 安家陷害 使我走火入魔 是什么 你说这仇 改报不改报 前辈 倘若同老此话非假 还是你作恶在先的 你不能怪同老的 今日落在你手中 也无话可说 只是这小和尚 是他的忘年之交 你若是敢动他 他绝技不会放过你 师姐 你又何须骗我 如果今日他尚在云间 这七宝纸槐 又怎会落到你的手里 我跟小和尚无仇 又不想与少林寺 结下梁子 我自然不会伤他 师姐 妹妹这里有两颗 九转熊蛇丸 姐姐你还是吃了吧 否则姐姐腿上血流不止 让别人看见了 到时候我们姐妹俩 太婆母 女儿杀我 快快动手 要是让我服下这断金服骨案 听有你的侮辱和计讽 小小 小妹对姐姐如此关心 姐姐你总是会错意 姐姐腿上流秀过多 对身体自然是大有爱的 姐姐 你还是吃了吧 小和尚 快快在姥姥天灵盖上 猛击一掌 送姥姥贵心 不 不可以姥姥 小师傅累了 要在地上多睡一会 师姐 你现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被他瞧见了 岂不是不雅 好好的一个美人 变成了半边高半边低的歪尖美人 岂不是大为遗憾 那小妹就送佛送到心 成全 你好恨的秦长啊 嗯 不能用阴倦潇洒的圣殿狼 可是我 我只爱过诗弟义人 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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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库的大门封住了 以免有人进来打扰 你喜欢以多为胜 不妨传阴厨去叫人进来救你 谁 那个是中原第一风流浪子 粉面郎君武攀安 你想不想见 什么粉面郎君武攀安 多半是背着你逃跑的 那个丑八怪小和尚 孟郎 人家把你这个风流俊俏的少年郎 说成是丑八怪小和尚 真是笑死我了 孟郎 你不用心教 过几日 你便可以和你的孟姑相近 她为了你茶饭不思 坐立不安 你想她不想啊 想 想 果真是个多情的少年郎 孟郎 你上来 让我瞧瞧 中原武林第一风流浪子 是何等人物 想见她 没那么容易 不好了 是我身上有伤 我要去助她的 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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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叔 你把师伯给打死了 师叔 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她是你师姐 死了 师姐 你当真死了吗 我这一生在你手下吃了不少的苦 现在我还有点不相信你 你想干什么 她都已经死了 你为什么还要动她的遗体呢 臭八怪小和尚 你还自称什么中原第一风流浪子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您愿意 我四为一山 你 我 我 你 这是 проб 夢 啊 爹 別逢 코� 世王 原来你没有死啊 尽管有你拦着 没有打了我的尸身 不然可真是死痛了 贱人 我终究还是抢你一头 徐姐 还是老天爷有意 终究让你死在了我的前面 我便要让你 死在我前面 吓死你 师叔 师伯 你们不要再打了 都是同门师姐妹 何必要这样呢 师叔 师伯 有什么事 咱们可以 坐下来静静地说呀 何必要动手呢 别再打了 师叔 师伯 别打了 这就对了 有什么事 是 大家都可以好说好聊的嘛 没有必要非要动手的 对不对 小和尚 你过来 我过不去呀 我被点着呢 那你听着 千万不要运功抵运 负责就是自寻死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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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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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灵鹫宫 已经浸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你们这帮丫头 就别死撑了 别以为不说出生死服解药的所在 我们便舍不得痛下杀手 更别指望同老 还能回来救你们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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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修水 跪下 把同老大写八块 掏尸山谷 我随便捡了一块 你们看看 是真 还是假 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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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生死服 生死服 生死服发作了 怎么办 怎么办呢 哥哥 是生死服 生死服了催命来的 哥哥 哥哥 你先静一静别慌 我听你点穴道 专门的小麻医治行不行 哥 王姑娘 你精通天下武学 可有法子救他已救吗 哥哥 你们放心 谁也不会为难你们的 不是我不肯说 实在 实在是谁也不知道啊 尊主行事向来隐秘 怎么会让我们这些奴婢看见 我看你们是找死啊 你们这些臭丫头 我打死你那狗丫头 是谁 谁会赢好事 宋 宋求 通老 通 通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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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老来了 通老活着 在哪儿呢 宋主 通老在哪儿 宋主 在哪儿呢 宋主 这个人是谁啊 宋主 对啊 他们把这些人都给定住了 快 快去接引八部姐妹们过来 和他们决一死战 是 多谢公子相救 多愧救他 把他们给救他 哥 你没事吧 弟弟 你 你怎么了 没事 谁把你打成这个模样 谁把你打成这个模样 你告诉哥哥 哥哥替你报仇血汗 没事 你好了就行了 小 和尚 通 通 通老 他 他 他现在在 在什么地方 是谁啊 他 通老前辈 并没有被大邪把快 我现在也不是小和尚了 你是谁啊 他 他 我老大 这通老到底死没死啊 各位 在下名叫虚竹 通老他老人家 确实是已经先世了 来 我知道 大家都是他从前的部下 跟他有一些恩怨 但是 人已经先去了 不在了 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 去瞻仰一下同老前辈的遗容 然后在他的灵前 给他扣一个头 然后种种恩怨 咱们一笔勾销 好不好 臭小子 你是个什么东西 胆敢要咱们 在这老贼婆的里面磕头 老贼婆到底是怎么死的 是不是 死在他师妹李秋水手里 通老前辈 他确实 是死于李秋水前辈手下 想他通老前辈生前武功盖世 也难逃 这化为黄土的命运 小和尚 通老临死的时候 你是否在他身边呢 在啊 这几个月我都在他的身边 那 那破解生死不得保绝呢 保绝 吴先生 你干吗 羊 羊 羊 没有 你干吗 你干吗 我是阳尚 我的画 有个门画 这是什么 这不是王姑娘吗 是带着画是吗 是夫人 是 silver 是 brown 小和尚 带着我姑娘的话 表妹 小和尚 童老临死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 你要知道他说什么干嘛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你就说 他说了什么 好 童老他在临死前他是 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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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没了 还说什么不是他 童老死守到底还说了什么 这老贼婆 老前辈 我可警告你 童老他老人家已经先世 你对他要尊重 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不客气 我看你是活逆的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我云刀主的厉害 拉好了 是童不准 童不准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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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 童老在临死之时 除了说不是他 和哈哈大笑三声之外 还说了什么 还说了什么 梦中的姑娘 想见不想见 我心无挂念 便可指点地去许那梦中姑娘的图解 小兄弟 童老到底对你说了什么 你告诉我 我姓卓的非但不会为难你 还有大大的好处给你 卓先生 不能说不能说 这个事情我不能跟你说的 为什么不能说 童先辈 这句话是和我一个人有关系 和你们诸位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们 太危陋了 只要你 他也无所乃 做出国家的事情 你要怎么能把特殊 那你能管 你 走了 一 就 现在 这一手周弓箭乃是福建剑阳 一字会剑门的绝技 这位卓老先生 想必是一字会剑门的高手齐素 姑娘好眼力 居然认得出老朽的剑招与门牌 小兄弟 你将同老的遗言告诉我一个人 我这几招剑法便传了给你 卓不凡 你什么意思 小子 你想独吞生死符的秘密 挟持我等就是 小子 同老到底给你留了什么遗言 你老实地告诉我 如若不然 让我们这些人把你乱刀分尸 那滋味可就不好受了 小兄弟你莫怕 同老的遗言 你只需要跟我一个人说 当若有第三个人知道 我这剑法便不能传你 卓老前辈 这句话我真的不能跟你们说 你们就算打死我 我也说不了这句话 另外 卓老前辈 您的剑法真的是卓越超群的 但是在下不想学 好小子有骨气 他的剑法学了也没什么用 大家说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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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本是少林寺的弟子 我不能学他派武功的 我已经学了两门了 我就更不能学别人的武功 你们你们 你们你们 我我我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兄弟 你的心事我全明白 不能老前辈 我自己来 郎才女貌 天造地设的一对嘛 只可惜 有人从中作梗 你要想称心如意 却也不易 这样吧 有老夫一例主持 将这位姑娘 配了给你做妻房 今晚便在这灵鹫宫中 动房 我姑娘小心 当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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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当公子 王国家 我要死了 祝你和慕容公子 举暗击眉 白兜偕老 不不不不 不不 公子 你别这么说 有我没事的 你为了我 想爱你 王姑娘 你是为了我才流泪吗 王姑娘 我断雨此生能得如此 就算 就算 就算再让他炸我几十件 几百件 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好 你 王公子 王公子 你 别 我马上就要死了 方姑娘 方姑娘 你死不了啊 王姑娘 你也不用太过伤心 段公子这伤 三四天就能好了 你说真的吗 他死不了 三四天就好了 连药都不用敷 臭小子你找死 回来 1,1,2,3,2,3,1,2,3,4,1,2,4,2,3,4,3,4,4,2,4,4,4,2,4,4,5,4,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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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5,6,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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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7,7,8,9,9,7,7,7,8,9,0. 好 太厉害了 是 别人打不过就是 孤孤凡都败了 可不是吗 不懂事 神草不露 真是 多理 太厉害了 不懂事 不过 藏龙哪里啊 不是太厉害了 不过 别人打不过就是 不是 别人打不过 是 主席 主席 此人与同老关系匪浅 断不可让他逃了 大家先一起上 将人擒住 再做打算 好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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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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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来 来 我愛你 糟了 糟了 出手出众了 老前辈 不好意思 把剑还给您 我卓不凡 终日打鹰 不像今日被鹰卓瞎了眼 小兄弟 果然身手不凡 老前辈 佩服 佩服 后会有期 站住 灵鹫宫是什么地方 容得你想来就来 想走便走吗 童姥姥坐下四氏璧 参见虚竹先生 势璧迎接来迟 还请主人恕罪 快快免礼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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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起来起来 不敢 不敢 谢主人 主人 婢子四姐妹一胎孪生 佟姥姥给婢子取名为梅剑 这三位分别是 蓝剑 竹剑 橘剑 是才遇到各部姐妹 得知诸般情况 现下 婢子已将大门关上 这些大胆作反的奴才 该如何处置 还请主人发落 生死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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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办法 救命的 君子 这可怎么办 救命啊 救命啊 难受我救命 你看 看生死服 又来了 他给逼住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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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我好了 没事 我好了 没事了 不在乡 哈大把这条命 是您老人家给的 死后待有所命 赴他蹈火在所不辞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多谢顾 早就听闻 玄渡大师的拈花纸 练得出神融化 若若今日能够得界 那也是三生有幸了 太师父 师叔 太师父 太师父 怎么样 你们这儿没事 师父 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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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师父 把这个吃掉 太师父 知道 千万不要运功 这样 伤口会流血的 国师的棉花纸 如此了得 劳难 拜福 回来吧 都回来了 这虚猪怎么会拟花枝 这虚猪怎么会拟花枝 这厉害啊 这哪比厉害啊 我们从哪里学在呀 这怎么会脱掉 你也怎么着 学的这么一段 是啊 的话 之前过来啦 对 就这么一点 是啊 我们的棘手 这么一段 小和尚 功夫不错呀 那你再看看 我这招般若掌 是不是你们少林的武功 小和尚 小和尚挺厉害呀 小和尚 你有的不是少林寺的武功吧 小和尚使得不是佛门功夫啊 对呀 我到你们少林寺了 就是想领教你们少林寺的功夫 用一些旁门左道的功夫来和我对招 阿弥陀佛 国师误会了 小僧天字愚钝 如此后只学了伪陀长 罗汉权这种入门级的武功 小僧万万如何 不敢和国师比武 小僧冒昧了 你倒还有自知之明 直到不敌 就退下吧 是 虚主 方丈师傅 你是本寺第三代传人 国师万里远来 良机难逢 你便以少林寺 罗汉权与维托长的功夫 请国师指点几招吧 方丈怎么让他去啊 不让他去啊 他怎么让他去啊 他怎么让他去啊 反而什么都没有 他怎么让他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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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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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救命 就合成 这下服了吧 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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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师叔 师叔 没事吧 师叔 师叔 怎么样了 没事吧 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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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你 师叔 难道是被冥神攻护体 吃他此权并无大碍 受我一拳净无视 师叔 如影随形退 这是多罗之法 无体让得燃木斗发 好快 千手如来掌 我真是厉害了 此人自称一身监空本派七十二门决戏 或非大言虚语 虚诸仅虚语招黑虎掏心 就能应付自如 真是难得呀 罗汉党的布罗密兽 法树碑手 引陀罗抓 杀练武学 果然浩瀚日盐 高神精妙 主人 小心 小心点 小心点 是 怎么回事啊 这是谁啊 不知道啊 你们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怎么制身打扮 主人 主人 怎么回事啊 主人 是啊 是谁啊 对啊 这人稍稍 leaning寺 不光一众七 k Raw 而且还暗藏春色 春色 什么的 春色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还在这边呢 怎么毋 предлож老顾 怎么还没这边呢 怎么刚才没轻点 咱们不够吃 咱们那就 kwest了 咱们快不到 咱们负訝 来 居然是有人 是啊 是啊 列位师兄 还是先请示斋饭吧 再作论处 少林寺处玄自备众位师兄弟外 其余众生各回僧房 须竹 惠伦你们留下 四位女施主也稍作等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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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伯国是列位师兄师弟 少林寺须自辈弟子须逐 身犯杀戒 银戒 酒戒 婚戒 四大戒律 四学旁门别派武功 擅自出任帮派掌门人 少林寺戒律院首座玄计 便一律成处 不得宽戴 许主 方丈所指罪业你都承认吗 弟子承认 弟子罪孽深重 没有什么想辩解的 弟子甘愿受罚 许主善犯 杀 银 婚 酒 四大戒律 罚你当众重打一百棍 你心服吗 弟子心服 你为得掌门方丈 及授业师父许可 擅学旁门武功 罚你废去全身少林派武功 从今而后 不再为少林派弟子 你心服吗 弟子心服 探师说慈悲 可许 可许 你既为逍遥派掌门人 为飘游风灵舅宫的主人 便当初教还俗 不得再为佛家弟子 从今而后 也不再为少林派僧侣了 如此处置 你心服吗 少林寺方丈大师已赐 诸位太师伯 段师兄 诸位师伯 师叔 师父 你们哥哥 对弟子恩重如山 弟子不孝 有福诸位教诲 弟子不孝 有福诸位教诲 弟子不孝 有福诸位教诲 好 方丈师兄 玄技师兄 依小僧所见 小佛兄迷途知返 大有悔改之意 何不再给他一条自新之路呢 师兄指点的是 但佛门广大 天下何处不可入身 虚竹 罚你破门出界 绝非对你心存恶念 断你皈依我佛之路 天下庄严宝差 何止千万 你若有心皈依三宝之念 盼你令头明寺 发红氏愿清净身心 以早证正觉 就算不再出家为僧 也要勤修六度万行 一般也可正道 为大菩萨成佛 方丈师父教会 师主终生不枉 慧伦 人家都不枉了 帝子在 你身为虚竹业师 平日堕于教诲 一致今日之祸 罚你受账三十棍 入界绿院面壁忏悔三年 你可心服啊 弟子 弟子信服 大师伯 弟子向其师父 受这三十丈则 既是如此 须逐 供受丈则一百三十棍 掌刑弟子取棍伺候 是 启禀方丈 启禀方丈 各路英雄拜山求见 列伟师兄 由贵宾来访 今日我寺清理门户之事 只能暂缓一步 不许 许主 你起来吧 是 师父 玄机师弟 率少林寺众弟子于老衲 那出门迎客 段王爷 宣辞方丈 别来无恙啊 台湾 对 你看 我 权 是 不许多人 刘先生 你帮我联合 她们的 兴臣 魄 你擒 我联合 知道我联合 你 可惜了 可惜了呀 国师此言何意 小僧初见公子 见他头角睁容 乃你们山南万千生灵之福 谁知道 他看上了一个貌美的姑娘 从此以后 这位姑娘往东他便往东 这位姑娘往西他便往西 什么雄心报复 都消耗殆尽了 岂不是可惜之至吗 不过这也是你们大礼断室 家封深厚 虎父无犬子啊 是啊 是啊 说得有道理 这不孝子 总有些不寻常规之理 不知他现在身在何处 国师如果知道他的下落 还请明示 大王爷 大王爷 我三弟他精神焕发 身体极好 您不用担心 小兄弟 你最近见过我男孩儿 爹 爹 玉儿 孩儿在此 爹爹身体可安好吗 好好好 二哥 二哥 你心有所忠 怎么又当上和尚 既然段公子在这里 那慕容施主和王姑娘也定然在附近 慕容施主 既然已经到达山门 为何不禁似参拜呢 哪儿啊 哪儿啊 慕容公子和丁老太 在山遥恶够呢 被杀了丁老太 再来少林寺 幸运如来 丁春秋大写神功 已将慕容公子打得全无招架之功 大伙儿可想去瞧瞧热闹啊 王姑娘有难 我要速去营救她 来 玉儿 这丁老怪竟敢上邵氏山来 今日人人须当奋勇 为玄奈师兄报仇 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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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客 咱们应该先礼而后兵 众位朋友 隋老衲一起去瞧瞧 星宿派和慕容氏的高招如何 好 好 好 不愿意 我这就算是 我那天还要 你这就算是 你这就算是 那算是 你这算是 你的 我这算是 你这算是 你这算是 我算是 你这算是 你这算是 是 慕容兄 这就是你的不适了 我大哥与你远日无烟 近日无仇 当时大家都怀疑你的时候 也曾为你分辨 你又何必趁人之危呢 段兄想做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的话 一并上来赐教便是 我又有何本事赐教于你啊 不过是说句公道话罢了 姓萧的 我看在你年轻 让你几招 现在开始我不让你了啊 姓萧的 杀父之仇不共代替 今世 咱们便来做个了断吧 你们三个 一起上吧 中文字 哪里在哪里 是 знаете 其实不是 而你过了 烟 你可不要再帮你 大修来 众位兄弟 这位 是大力段公子 我的杰义兄弟 今日我们身陷重围之中 寡不敌众 势难脱身 你我生死与共 生也罢 死也罢 咱们痛痛快快地喝他一场 好 今日必须与大哥 好好地喝上一场 大哥 三弟 二哥 三弟 大哥 大哥 你们喝酒为什么不叫啊 这 合啥呢 大哥 此人便是我的结拜二哥 他出家之时 法号叫做虚竹 我和他结拜的时候 把大哥也一并结拜在内了 二哥 还不赶紧拜见大哥 虚竹 拜见大哥 我这兄弟做事有些吃紧 竟将我也结拜在内了 来 快起来 此刻情势凶险 生死就在清客 这位兄弟敢挺身而出 定是众义轻生的好汉子 能结交此英雄好汉 不枉了 这十八名契丹勇士 对我忠心耿耿 平时相处如手足 今日 咱们大喝一掌 喝 干 干 出来 好 小二哥 来 来 你 来 你 去吧 大哥 丁春秋就交给我吧 我跟他有好多张亚算 丁春秋 今日我要为我逍遥一派的师父 师兄 还有我少林寺的同门师兄弟们 还有我太师叔 玄难大师 报仇 想不到二弟的武功 如此了得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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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十八旗听令 保护段公子 是 还是 快走 不要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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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躲 来 我的天 精神的皇后 大地无边 人都打他 随意真心 中心由老人 大地无边 人都打他 卫生亏亏亏亦 要和两位哥哥同患难 尸到灵头去躲在这里受人保护 算什么匿迹 左右是个死 大哥二哥如此英雄了得 我这老三可不能太不成话 我 先秀老妾 发力护蝙 先秀来 发力护蝙 山头抗战 唯阵殿下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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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婆婆 你们怎么来了 启禀主人 属下收到梅兰竹局四位姑娘传书 得知少林寺和尚 要为难主人 便知会各不精锐 前来营救 幸好主人无恙 属下不胜之喜 玉婆婆 我可是少林寺弟子 你的言语不得无理的 是 属下之罪 接着 因为他身体上有对你 还有资亏 除非 我估计 你找到丁寺 要过丁寺 树 启 2 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死要活 死有什么好 当然是活着有滋味了 别杀我师父 打他如同打我运老二 袖伤我儿 表哥小心 大理断是阳神副和清敌 地区 地匡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区 地区 救命啊 救命啊 羞伤我爹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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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没事吧 没事 公子接动 Hut 猪二 究竟 你必 AI 盖帮 丐帮向来以人侠为先 你身为一帮之主 竟与这些星宿派的妖人 同流合物 辱没了丐帮 数百年侠义的美名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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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赶紧给他几片生死符 让他知道知道厉害 虞婆 要咒生死符得要些酒水吧 妙极 妙极 是 掌门师叔 快杀了丁春秋 给祖师爷和师父报仇 别挣地独 我找他 把儿子也犯了 把他给 把儿子也线 别挣地狗 看来 他赶紧给他 我赶紧给他 师叔 快取解药 这毒药好生厉害 养 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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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老怪 赶紧交出解药 否则叫你永远都解不了这生死福 掌门师叔 快动手啊 师门之仇 烟可不报 养死了 养死了 取解药又解 余婆婆 你看她 怕她现在这个样子 也拿不了解药 好 要不我们先把制药丸给她吧 好吗 这半粒解药 可以解你三日之眼 三日之后齐痒复发 我主人是否还会给你解药 就要看你乖不乖了 解药 解药 喝喝喝喝 这个 红的是外涂的啊 白的是内服 哦 嘿嘿嘿嘿 穿着 么 段兄 你这招恶狗吃屎 是大理段氏的独门绝技吧 不是 公子接笔 公子接笔 马女 haar 女 三弟 你六种剑法起始 转换之时 中间会有空隙 不妨只使用一种剑法试试 多谢大哥 这南慕容北交风齐名已久 今日得剑 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大理断施了六百神剑 着实料得 为了顾诉慕容 以不乐下风 阿祝那日所以甘愿替死 是因为怕我杀他父亲之后 大理断施必定找我复处 三弟几法如此深情 倘若真与我为敌 胜负难测 灵酒宫主人英雄无敌 令小子实在佩服 天下武林之主 非主人非主人莫属啊 顶春秋 你灯烛之火 竟敢跟月争光啊你 这老东西举心婆策 肯定有主人早日出了 出头来啊 对对出了他 出了他 出了他 你们这些无耻小人 出了他 怎么能将吹牌星宿老怪 那番陈词滥调 无耻言语 转而称颂我的主人 这真是无礼之极 是是是 小的呢给您换个花样 保管各位仙姑满意 满意 满意 各位仙姑 豹美如花 胜过西施 胜过杨贵妃啊 对对啊 胜过杨贵妃 混账 胜过西施啊各位仙姑 胜过杨贵妃去行 把他们都带下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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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